嗯,我的疑问有成千上百万个 问题在于,有时我都不知道在哪里问起 将这些疑问全部列出来,随便在哪里开始都行 来啦,现在就列了,将你想到的全部列出来 好,不过有些会显得很简单,很普通 不要再为自己落判断了,将它列出来就可以 哦,好啊,我现在想到的就是这些 第一,我的生活何时才可以平暴清云 要怎样才可以时来运转,甚至得到少少的成功 这还会否凄惨,会不会终结 第二,我要何时才可以学得识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关系 是否有办法可以在那些关系中找到快乐 那些关系是否肯定要那么激手呢 第三,我在生活之中,为什么肯定赚不到足够的钱呢 我这小子是否注定要捱穷呢 是什么导致我无法实现我这方面的全部潜能呢 第四,在生活之中,我为什么不能从事我真正想做的事来谋生呢 第五,我要怎样才能够解决那些我遇到的健康问题呢 我前三世都饱受很多慢性病的折磨 这些病为什么今世都还不消失呢 第六,我来到人世要学的业力功课是什么呢 我将要掌握的是什么呢 第七,有没有转世这件事呢 我曾经历过多少次生命呢 在那些生命里面我都是什么呢 是否真的有业债呢 第八,我有时都会有非常强烈的通灵感 通灵这回事是否真的存在呢 我是不是通灵者 那些自称通灵的人是否跟魔鬼在打交道呢 第九,做好事可不可以收钱呢 如果我选在人世之间 例如从事治病救人的工作 也就是神的工作 我可不可以变得很有钱呢 或者是否两者互不兼容呢 第十,性这件事是否好呢 告诉我这种人类经验背后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性爱就好像某些宗教所说 纯粹是为了生而欲女呢 通过否定或者转化性能量 真的能够达到神圣或者光明的境界吗 没有爱可不可以搞事呢 可不可以就这样为了身体的快感而搞事呢 十一 如果我们一定要离开性爱越远越好 那你又为什么要创造出那么美好 那么神奇那么强大的人类经验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说到这里 为什么所有好玩的东西 不是违背道德就是有违法律 又或者有害健康呢 十二 其他星球上有没有生命的 是不是曾经有外星人来过地球的 我们现在是不是正在租外星人的监视呢 在有生之年 我们可不可以能够看到外星生物的证据 那些确作无疑 不可以反驳的证据 各种生命形星都没有他自己的神 你是不是万物之神 还有这条十三 乌托邦会不会在地球上出现呢 神会不会你行的诺言 现身给地球人呢 有没有基督再临这回事呢 世界会不会终结呢 圣经预言的世界没日是否真的 有没有真正的宗教呢 如果有的话 那是谁呢 这些只不过是我疑问之中的小数几个 正如我所说 我疑问有成千上百万 其中有些 我都不太好意思开口问 因为他认得太显浅 你可不可以逐一回答 让我来聊聊 好 那我们就开始吧 不用为这些问题道歉 这些问题西上的男男女已经问了几百年 如果他们真的是蠢问题 那就不会被世世代代追问 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我创始了各种宇宙的规律 以便你们能够拥有 创造这些选择的东西 这些规律不可能遭到违背 也不可能被忽略 就算在当下在你听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也是遵从这些规律 你不可能不遵从这些规律 因为它们是事物运转的方式 你不可能逃离规律 你不可能在规律之外行事 在生活之中 你每时每刻都在规律之中行事 并由此创造出你经验到的一切 你和神有合作关系的 我们揭露了永恒的盟约 我给你的承诺是 永远将你的要求赐予你 你要给我的承诺 就是提出要求 理解要求和回应的过程 我曾经向你解释过这个过程 我很愿意再解释一次 那你就能够清楚理解它 你的存在可以分为三层 你由身体、精神和灵魂组成 你都将这些叫做物质、非物质和超物质 这个就是三位一体 它也有其他很多名字 你的本质和我的本质是相同的 我也都表现为三位一体 有些神学家就叫它做 圣父、圣子和圣灵 精神学家就认识到这种三合一的关系 就叫它做意识、潜意识和超意识 哲学家就叫它做本我、自我和超我 科学就会定义为能量、物质和反物质 认识寫诗的诗人的说法就是 脑、心和灵魂 道家就叫它做精气神 你的时间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 那难道这样就不等于前意识、意识和超意识吗? 除了时间,空间都分三种 这里、那里和两者之间 定义和描绘两者之间才是难的 而且很深奥 在开始定义或者描绘的那一刻 你想描绘的空间就会变成这里或者那里 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两者之间是存在的 正是它隔开了这里和那里 正如永恒如今隔开了从前和以后一样 你的这三种属性实际上是三种能量 你可以叫它做思想、话语和行动 三者加起来就能够产生结果 在你们的语言和理解当中 这样被叫做感受或者经验 你的灵魂或者前意识、本我、过去等等 是你曾经拥有或者创造的每个感受的总和 关于其中某些感受的意识被称为记忆 如果你拥有记忆 你就能够记起那些感受 也就是将那些感受组合起各个部分 当你将你的所有部分组装完毕 你将会想起你的真实身份 创造的过程似于思想 例如观念、概念或者形象 你目睹的一切都是曾经是某一个人的观点 人世间没有什么最初 不是曾经以纯粹的思想存在过的东西 整个宇宙之中的情形都是这样 思想是创造的第一个层面 接着就是话语 话语无非就是表达出来的思想 它是创造星 向宇宙创发创造星的能量 话语比思想更加有活力 就是这样也可以说更加有创造力 因为话语是不同于思想的震动层面 它们是以更大的冲击力去干扰 或者改造改变影响宇宙 话语就是创造的第二个层面 再接下来的就是行动 行动是移动的话语 话语是表达的思想 思想是已经形成的观点 观点就是相对的能量 能量是被释放的力量 力量是存在的元素 元素是神的粒子 是整体的部分 就是一切的本质 由神开始终结于行动 行动是创造之中的神 或者被经验到的神 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思想是你们不够好 不够优秀 不够圣健 所以就没办法成为部分的神 没办法跟神确立合作的关系 长久以来 你们否定了你们的真实身份 乃至已经不记得了你们的真实身份 这样不是偶然的 也都不是巧合 这样本来在神圣的计划之内 原因在于 如果是已经获得了你们的真实身份 你们就没办法去追求 创造和经验它了 你们首先必须要切断 或者否定 或者忘却你们和我的关系 才可以通过创造它 召唤它 而完整地经验到它 因为你们最大的愿望 也都是我最大的愿望 你们将会经验到你们自己 就是神的一部分 就是这样 你们通过在每时每刻 创造新的你们自己 而经验你们自己的过程之中 我也是这样的 透过你们 你明白这种合作关系吗? 你理解其中的奥妙吗? 这个是神圣的协作 真的 是神圣的交流 当你选择了令生活平暴清云的时候 生活就会平暴清云 目前你还没做到这样的选择 你曾经拖延 各自 担悟 反对做出这样的选择 现在是你执行和制造你曾经获得的承诺的时候 为了做到这一点 你必须要相信承诺 并且去施行它 你必须实践神的承诺 你还记得圣父圣子圣灵的说法吗? 神的承诺就是你是祂的圣子 祂的后代 祂的同类 祂的等辈 咦? 说到这里你又会猛的了 你又可以接受你是祂的圣子后代同类 但你就不敢自认是祂的同等等辈 这个称号太难接受了 太大太美好 承载了太多的责任 因为如果你是神同等的等辈 那就意味着 没什么事情是其他人可以施加于你 所有事情都是由你创造的 人世间没有受害者也没有迫害者 唯有你关于事物的思想后果 我跟你说 你在世界上看到的一切 都是你关于世界的观念的后果 你不是希望你的生活平暴清云的吗? 这样改变你关于生活的观点 改变你关于自己的观点 以神的身份去思考 去言说和行动 说真的 这样会令你孤立于很多 大多数同时代的人 他们会把你看成神 他们会说你涉足了神 到最后他们就会受救你 然后将会试图把你钉上十字架 他们要这样做的原因 都不是他们认为你生活 在你自己的幻想世界里面 大多数人都有足够的讨量 来容许你自己自嗨的 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而是其他人迟早都会被你的真相所吸引 因为你的真相让他们看到很多美好的前景 这些就是跟你同时代的人不愿意看到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会开始威胁到他们 因为你这个这么简单的真相 只要一被奉行 就能够带来更多的美好 更多的舒适 更多的平和 更多的欢恩 更多的自爱和爱忍 而这些是你那些同时代的世俗的人所做不到的 这个真相如果得以留步 他们的生活方式就会终结了 恨和怕、排他和战争都会结束 以我的名义所进行的扎罚和残杀都会终结 强权即是真相都会终结 以权谋司都会终结 因为怕而生的忠诚和诵经都会终结 他们所认识的世界 以及你预金所创造的世界 将会终结 所以善良的灵魂 让你准备好了 因为那些人会将你恶意中伤 向你猛吐口水 不断骂你 令你众叛亲你 最终他们将会以各种方式 控造你、审判你、责罚你 而所有这些都会是由于你接受和施行你的神圣事业 实现自我的那一刻开始 那为何要这样做呢 因为你不再关心世俗对你的接受或者称许 你不再满足于他所带给你的事 你不再因起于他给予他人的事 你想要疼痛停止苦难消失幻象终结 你已经受够了这个世界的现状 你要寻求新的世界 不用再苦苦追寻了 现在召唤新世界来想 你可不可以帮我更好地理解 如何可以做到这样 首先 树立关于你自己的最高观念 设想每日依照那个观念 生活之后将会是什么样的 设想一下到时候你所想的 所做的和所说的 以及你应对其他人的行动和语言的方式 你觉得你想到的 和你现在所想的 所做的和所说的 有没有什么差别 有啊 非常大的差别 Good 这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知道 目前你是没有依照你 关于你自己的 最高的憧憬去生活 既然明白了 现在的你和理想的 你之间的差别 那就不请你作手改变了 有意识地改变 你的思想 说话 和行动 让他们和你的 最高的憧憬 相匹配 这样是需要 巨大的精神 和体力的 这样会要求你不停地 无时无刻地监视你 每一个思想 说话和行动 这样牵涉到持续地 有意识地做出选择 这个整个过程 是通往各物的 偉大的运动 如果你执行这个奸举的任务 你会发现 你现在生活的一半 是在无意识之中度过的 也就是说 你并没有从意识的层面去 领悟到你通过思想 说话和行动 在选择什么 直到你经验不到它的后果 跟着 当你经验到这些后果的时候 你拒绝承认你的思想 说话和行动 跟它们有任何关系 这个 是要求你停止这种 无意识生活的呼唤 这个 是你的灵魂 自从有时间开始 就要求你完成的 艰巨任务 这样的持续精神監視 似乎会令人根皮力尽 最初或者是这样 跟着它就会变成第二本性 实际上它也是你的第二本性 你的第一本性是得到无条件的爱 你的第二本性是有意识地表达你的第一本性 你的真实本性 呃 sorry 难道这种不停修改我所想的 我所说的 我所做的一切行为 不会令人变得很闷吗 那不会 如果你说会令人变得不同 那也会 变得很闷 不会啦 耶稣会闷吗 我不会这么想 跟佛陀打架得很无聊吗 整帮人在一起求他现身的人都不知多少 但到大师警戒的人 不会闷的 你说异常呢 那也有可能 favor都有可能 但你就不会闷了 那你不是希望在生活中平暴清云的吗 那不请你立刻想像一下你的理想生活是什么样的 而且要进入那种状态 选择所有跟那种状态并不协调的思想说话和行动 远离他们 当你拥有的思想 和你更高的憧憬不符合的时候 那就请你换一个新的思想 当你说的说话 和你最美好的观念不相符的时候 请你提醒一下自己 下次不要再说相同的事情 当你所做的事 和你最好的意图有抵触的时候 就请你确保 那是最后一次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安抚每个牵涉其中的人 之前也有人说过 但我总是不给面子不断拼 因为这样听起来实在是太虚伪 那不是等于就算你病到死死下 都要扮到自己很健康 就算窮到焦都要打中臉充阔 就算悲痛欲绝都好像表现到没事 这个令我想起一个某个笑话 说的是三个人落地獄 这三个人分别是天主教徒 犹太教徒和那些新世纪的信徒 那地狱就充满地狱之火很热 那故事就说 魔鬼奇奇笑地问天主教徒 喂 你觉得这个热如何 天主教徒不屑一顿地说 这个我是为神做出的牺牲 那魔鬼就问犹太人 那你呢 觉得这个热如何 那犹太人就说 越再热我都只能忍 否则我又可以怎样呢 最后魔鬼就问new age的信徒 热到全身濕透的信徒就说 咦 什么热啊 笑话也挺好笑 不过我想说的 就不是说要忽略问题 又或者扮个问题不存在 我只是想让你关注身边的情况 然后对他做出真实的判断 如果你是窮到焦的 那就是窮到焦咯 因为这样而说大话是没有意义的 就这样作故事来掩饰他 其实很累的 但是正正是关于这种状态的思维 我穷困是很惨的 啊 这样我不行的 我真是一个坏人 因为好人努力中作 从来都不会搞到自己窮途没路 等等这样决定着你对贫困的经验 正是你关于这种状态的说话 例如我很穷啊 我一元都没有啊 我什么钱都没有啊等等 决定着你在贫困状态之中留多久 正是你围绕这种状态所採取的行动 例如自怨自艾啊 坐以待毙啊 从来都不去寻求解决的方法啊 因为反正都没用啊 正正是这样啊 你都创造了你长久穷困的现实 首先要明白一件事先 宇宙呢 是没有好坏的状况的 一切都只不过是现实 所以呢 不要再做出价值判断了 其次呢 就要明白 所有的状况都是暂时的 没有一件事是不变的 是没有静止的状态的 事物以什么方式改变 取决了你 呃 sorry啊 但是说到这里 我又一定要打断下你 例如有个人他病了 但是他的信念坚定到 足以移山倒海 那他认为 他说他坚信他将我恢复健康 但是呢 六个星期之后瓜了 这样 起非所有这些正面思考 积极行动的道理 全部都互相抵触 Good 你提出这个问题很尖銳 非常好 你没有随随便便便 就信我说的 到了下门某个地方 你将会不得不听我的说话 因为最终你会发现 我们 你和我 就无需再这样谈下去了 到时 你只能够说 算一下才知道 但是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方 所以 我们继续谈 来 至于信念坚定到足以移山倒海 并且在六个星期之后 瓜了的那个人呢 他在那六个星期之后 移山倒海 或者这样对他来说已经够了 又或者 他在最后几日的最后时刻 下定决心 哎呀好吧 我闷了 现在我准备搭上新的旅程了 或者你不知道他的决定 因为他都没跟你说 实际上 他或者在更早的时候 几日之前 或者几个星期之前 就做出了决定 而且没跟你说 也都没跟其他人说 在你们的创造社会里面 想死是非常不好的 认为死非常好的想法 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不想死 你们就理解不到任何想死的人 不管他们的处境或者状况 如何都好 但是在很多情况之中 生又往往不如死 这个道理 我知道你稍微想一下 你都明白的了 但是当你看着某个 选了死亡的人的样子的时候 你就没有想到这些道理 因为他们是并没有不正自明的 而谁死的人就知道这一点 他能够感受到周围的人 对他的决定的接受程度 有很多人等到房间里面 没有其他人才死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有些人甚至不得不 跟他深够的人说 不要这样了 真的 走吧 出去吃点东西 又或者 走吧 睡一会儿 我没事 明天会见 然后 当忠诚的守卫者离开之后 灵魂也都离开了 被守卫者的肉身 如果他们跟亲朋好友说 我就是想死 这些亲朋好友听了之后 肯定就会说 不要乱想东西 又或者说 不要 又或者说 撑住 又或者说 不要离开 整个医疗行业的培训目标 就是让人活下去 而不是让人感到安息 而令他们能够看面地借势 你知道了 对医生或者护士来说 死亡等于失败 对朋友或者亲戚来说 死亡等于灾难 唯有灵魂是死亡是解脱 是超脱的 你能够贵给随死者的最好礼物 就是令他们安静地死去 不要认为 他们在人生最关键的时刻 还是一定要撑住 或者继续受苦 或者为你担心 所以以下的情况 整天都见 有个人说他要继续活下去 相信他能够活下去 甚至祈求神让他活下去 但是灵魂的层面上 他改变了主意 在时候抛弃肉身 让灵魂自由地追寻其他目标 当灵魂做出这个决定 身体再怎样努力都于是无捕 精神再怎样想也都改变不到 正是在死亡的时刻 我们才能明白 身体、精神、灵魂这三者之中 哪一个才是抓住人 中你一生你都认为你是你的身体 有时候你觉得你是你的精神 到死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有时身体和精神就是不肯听过灵魂的 这个也都创造出你所描述的情况 人最难最难做到的事就是 听从他自己的灵魂 不要忘记做得到的人少之有少 屡见不闲的情况是 灵魂做出了决定 现在是离开身体的时候 而灵魂永远地拯人 身体和精神听了这个决定 于是解脱的过程就开始了 但是精神就是自我又不想遵命 始终这是他的终结 所以他就命令身体死命地抵抗死亡 身体就开开心心地接过这行任务 因为他也不想死 身体和精神意识 由于这样做而得到外在的世界 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的 极大鼓励和极大赞赏 于是就更加坚定地奉行这种策略 到了这个关节眼 一切就要看一个灵魂有多想离开 如果离开一个欲望并不强烈的话 那灵魂就会说 好吧,你赢 我再陪你一会儿 但是如果灵魂很清楚地知道 留下是无助于他更高的任务安排的话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身体 他是无法继续进化的 那灵魂就要走的了 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他 也都不应该试图去阻止他 灵魂非常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进化 那是他唯一的目标 唯一的使命 他并不关心身体的成就 或者精神的发展 这些对灵魂来说 没什么意义 灵魂也都清楚 离开身体并没有什么可悲 从更多方面来看 留在身体内才可悲 所以你必须明白 灵魂对死亡整体持有不同的看法 那当然 他对生活整体也持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个就是 那些人生活在绝大多数挫折感和焦虑感的根源 挫折感和焦虑感是不肯听从灵魂的效果 那我要怎样才可以最好听从我的灵魂呢 如果灵魂真是老实的话 那我要怎样可以在行政办公室那里拿到那份面目呢 你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你的灵魂正在追寻的目标 还有不要再不停批判他 蛤?我不停批判我自己的灵魂? 蛤? 是啊 我刚刚就给你看到你是怎样为想要死亡的欲望而批判你自己 你也为想要活下去真正活下去的欲望而批判你自己 你为想要笑想要哭想要赢想要赢想要输的欲望而批判你自己 你为想要经验欢乐和爱的欲望而批判你自己 尤其是为了想要经验爱的欲望 蛤?真的? 有时候你就认为否定你自己是欢乐而神圣的 不去享受生活就是圣热的 否定你和你自己说是好的 那你就是说他是不好的了 他既不是好也不是坏 他只不过是否定而已 如果你否定你自己之后感觉很好 那在你的世界里面他就是好的 如果你觉得很差的那他就是差的了 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你都确定不到 你为这一样或者那样否定自己 因为你和自己说那是你应该做的 然后你就说你做那样东西是好的 但是心底里你的感受怎么样并不好 所以首先要做的就是不要再不停地对自己做出这些的批判 去了解一下灵魂的欲望 跟着灵魂走 灵魂追求的目标是你所能想象得到的最高的爱的感受 这个是灵魂的欲望 这个是他的目标 灵魂追求的是这种感受 留意并不是认识而是感受 他已经拥有了那种认识了 但是认识就是概念性的 感受就是经验性的 灵魂想要感受他自身 从而只是由他自己的经验认识他的自身 最高的感受是和太极合一的经验 这种反破归身的境界是灵魂所渴求的 这是完美之爱的感受 完美的爱之于感受 就好像完美的白之颜色一样 很多人认为白就是没有颜色 但是不是这样的 他包括了所有的颜色 所有其他颜色调和了就是白了 同样的 我亦都不是没有情感 例如没有憎怨、憤怒、色欲、妒忌、摊胃 而是所有情感的总和 他加上一切就成在一起 他就是一切 但是为了经验到完美的爱 灵魂必须经验每种人类的情感 我怎样能够同情到我所不理解的事情 我怎样能够原谅我自己从来未经验过的事情 于是我们同时又看到灵魂之旅的简单和监据 我们终于明白他要追求的目标 就是人类灵魂的目标是去经验他的一切 以便他能够成为他的一切 假如未曾在下 他又怎样可以在上呢 假如不曾在右 他又怎样可能在左 假如未曾冷过 他又怎样可能会暖呢 假如否定了恶 他又怎样可能会善呢 很明显 假如没有东西可以选择 灵魂就不可能成为任何东西 灵魂如果要经验他的美好 就必须要认识美好是什么 如果除了美好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话 就没可能做到 所以灵魂意识到 美好唯独存在于非美好的空间里面 因此灵魂对非美好从来都没有埋怨而是祝福 他明白这个是他自身的一部分 而且如果要令一部分险露的话 这个部分就一定要存在 那当然了 灵魂的任务是有到我们选美好 选成为最好的你自己 同时不去责怪那些你没有选到的 这是我艰难的任务 需要很多事才可以完成到 因为你们习惯一只脚做出判断 就说某事物就是错的 或者是坏的 或者是不够好的 而不是祝福你们所没有选到的 而你们所做的 比起这么责怪更坏 实际上 你们试图去伤害你们所没有选到的东西 你们试图去摧毁他 如果有某个人 某个地方或者某件事 你们并不认同 你们就会去攻击他 如果有个宗教是你们不适合的 你们就会说他是邪家 如果有某个想法又是不合听的 你们就会对它冷嘲热讽 如果某一个观念 你们又不合听的 你就会拒绝它 你们这样等于犯了错 因为你们只是做了半个宇宙 而你们甚至连你们的一半都理解不了 因为你们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另一半 哇,这个真的太深奥了 我要多谢你先 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说话 至少是没有那么简切地对我说过 我正在很努力地去领悟 真的 但是其中都是有一些令人不太明白的地方 例如你的意思好像是 我们应该拥抱错 这样我们才能够认识对的 这种说法 你认为我们应该拥抱魔鬼吗 不是你要怎么拯救地球 当然真正的魔鬼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用你的说法来回答你 拯救这个过程就是接受一切 然后选择最好的 你明白吗?如果没有东西可以选择 你就不能够选择成为神的了 等等,谁说过要选择成为神的? 最高的感受就是完美的爱,对不对? 对啊,我想应该是 那你找不找到更好的说法来形容神? 那又不行,那又找不到 嗯,你的灵魂追求最高的感受 他追求经验,即是成为完美的爱 那他正正是完美的爱 他就认识到这一点 但是他又希望做更多的东西来认识他 那他又希望在他的经验之中成为他 那说法的,你只不然就在那里追求成为神了 啊,不是,你认为你会成为什么人? 我不知道啊,我都说不清楚 我想我只是从来没想过 这样想,好像有些蝕俗神那样 啊,你都挺搞笑的 你觉得努力地在那里扮魔鬼就不算蝕俗神 但是追求成为神就反而说 喂,等等,谁在那里扮魔鬼了? 你啦,你们所有人 你们甚至创造出各种宗教 那些宗教说你们天生就有罪 有一出生就是罪人 而这样只是为了令你们自己相信 你们本身就是有罪的 但是,如果我和你们说 你们天生是神生来 就是纯粹的神,纯粹的爱 你们反而就会博挑我 你们花一生人的力量 来令自己相信自己是衰的 不单止你是衰的 你想要的东西都是衰的 搞事是衰的,金钱是衰的 欢迎是衰的,权力是衰的 拥有很多东西,不管什么都是衰的 有些宗教甚至还逼你们认为 跳舞都是衰的,音乐都是衰的 享受生活都是衰的 过得无机内,你们就会认为 微笑都是衰的了,大笑都是衰的了 爱都是衰的了 哎呀,哥仔,或者还有很多东西你又不是很清楚 但是有件事你一定清楚了 你和大多数你所学梦的东西都是衰的 对你自己做出这样的判断之后 你就为自己落一个任务 就是要变得好起礼 我想提醒你的是,这样也可以的 所有的道路都是通往相同的终点 只不过有条路就快点,短点,方便点 哪一条? 现在就接受你的真实身份和本质 和将它展现出来 这个就是耶稣所做的事 这个也是佛陀所行的路 灰斯拿可行的都是这条路 是每一个曾在地球上出现的大师所经过的路径 每个大师都有相同的message 我的本质就是你们的本质 我能做到的,你们都能做到 这些事情以及其他事情,你们都能完成的 但是,你们又当耳边风 你们反而去选那条路都艰辛得多的 那条路自认为是魔鬼觉得自己很邪恶的人所行的那条路 你说,真是很难追随基督的足迹 很难听从佛徒的教会 很难留住灰斯拿的光芒 很难成为大师 但我跟你说,否定你的真实身份 比接受他要困难得到 你是善良和同情和悲闻和觉悟 你是和平和欢乐和光芒 你是宽恕和内心力量和勇气 危难时候的仗义者 哀伤时的安慰者 瘡痛时候的疗愈者 迷惘时候的指引者 你是最深的智慧和最高的真相 最伟大的和平和最美好的爱 你就是这些 在生活中,你有时候会认识到你自己的这些 请你选择从现在开始 永远地认识到你自己的这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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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